今天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有許多人入佛門 无论是进入大圣佛法 受此三皈依的戒律 或者是进入金刚密圣 受密圣戒四皈依的戒律 都要尚求佛道 甚至在大圣佛法常常教授 受此三皈的佛弟子 就要赶快发心进取受此五戒 实在受五戒对我们众生的利益安乐 对佛弟子的慧命来讲 实在是利益太多太重大 也是学佛的重要的机制 所以今天要来传授这五戒的典礼 不仅是对个人意义深重 对自他一切有情众生 更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在其中 希望大家以大悲心 以菩提心这样的动机来受戒 根据佛教的传规 受五戒的时候 有上师 有师父 有法师 传戒 就是从师 受戒 如果没有上师 师父 法师在的时候 可从其他的五重 比如说 比丘 比丘尼 沙弥尼 或者是聚戒的居士 这个人无论是出家或者是在家 但是他对戒法 延迟 清净 禁言不犯 或者就是他对戒法 戒相 很精通 很清楚 不是一知半截 图具 虚名 形象在受戒的人 就是没有法师 没有师父在 上师不在 可从此五重受戒 如果这些人都不在 你又发心 有三皈依 至少三皈依为机制 四皈依 那就更好了 在这样的状况 你很想持受五戒 可以自视受戒 自己发誓 自己誓言 我 某某某 进行受 不刷生 或者就是你看你要吃 几条戒 自视受戒 诚实论中 典基又说 五戒 随日月长短 或一年一月 乃至半日半夜 受戒的时间 有的人他就是自觉 发心 根基不足 所以就说 好了 我一年受五戒 自己发这样的誓言 有的就是说 我十年受五戒 叙事话说回来 十年都受五戒 十年以后要再犯戒 也是真痛苦的事情 这个人十年都不杀生吃肉 不喝酒赌博 十年之后开始杀生吃肉 喝酒赌博 那身心有多大的冲突和转换 是不是 那是遭遇到多大的巨变 才能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还是有这样的人 所以一开始决定受戒 这个诗间的诚实论中 它有随日月长短受戒的 在其他的经典有讲到 若受五戒 必尽行受 尽行 就是我们的行貌 人的行貌相状 我们的寿命 终其一生持戒 我们今天传授的五戒 大家来报名 就是尽行受 受持五戒的 那一般 随日月长短受戒 是在另外的因缘 这是一开始要跟大家讲清楚的 根据佛教五戒传规 有它的礼仪 也就是传戒的次第 第一呢 就是伏作寝师 伏作寝师 由熟悉 律以诡则的出家人 来做这样的 伏作寝师 请上师 传戒的时候要辐射法座 我们在佛子行三十七颂 在大圆满 前行 五家行 种种的这些 外共家行 普贤上师 严教籍等等都有教授到 辐射 法座呢 是修六度 是不是 然后它的细节在此不复诵 就是说我们来伏作 离情上师 离情法师传戒 这也是做佛弟子 积聚广大资粮的时候 特别是秦法的人 有共与不共的殊胜功德 你看看这么多的居士大德 男女老幼 由一位情法代表 来理请法师传授佛界 这个人的功德当然就是非常的殊胜 所以先 伏作寝师 然后以手洗律以诡则的人 这伏作法座不能随便乱来 随便就是拿一个 你平常自己在坐的椅子 给上师去坐 上师坐完你就自己拿去看电视也坐了 甚至睡觉的时候还把脚放在上面 远三宝照业者众 我连以前讲经法师 他脖子酸痛 撑着年迈的身体 一边讲经一边撕下来的药布 我现在都用当成传承心物把它包着收着 供在我的坛城 上师踩过了踩脚布 你拿回家当你们家的踩脚布 耗尽一切福德之因缘 当然你会受到很多的不吉祥 造感很多的罪孽 所以伏作寝师要熟悉律以诡则的人 为什么呢 熟悉律以诡则通常是出家人 他对律以诡出家通常已传规前五年 五年学界特别的经验奠定一个人 出家修行人的成就的基础 所以他对戒律是非常讲究的 丝毫不敢违反 醒梦一如的持戒 不是说醒来的时候要持戒给人家看 人家在注意的 拿着香板在那里巡逻了 没持好一下打一个多丢脸 戒律很庄严这样 睡觉的时候就大自省 乱睡一通这样 不会的 他真的要学戒 醒梦一如 非常的庄严的自识 要以熟悉律的出家人为礼 这个礼才会具足起来 有没有礼尽 有没有失去礼仪 有没有丧失功经呢 这个自己要好好的修学了 第二呢 就是传界的丧师要来开导 乃传界的上师呢 就是这时候就是戒师演说五戒的意义 说明说五戒对于信佛学佛的重要 那这我昨天还有历界传授五戒都有宣教 怕八观灾界的法会也再度强调 日常生活的行持也常常跟大家 就是切磋勉励是不是 互相来提醒互持 所以这是一生修行的学处 希望今天受界的人各道场要举办 就是把往年传界时间比较充足的教学的影片 大家共修好好的来餐厅 来补足其他的教授 第三就是齐勤圣众降临坛场 所以我们刚才要念诵齐勤文 齐勤传承的祖师常驻三宝空行护法灵坛 加持 证明受戒 这可不得了 如果你有什么急难 灾结 有任何一尊圣贤 出来说这个人有持五戒 你就要消灾免难 你看这地方要地震 那要死多少人 这时候有某一尊菩萨 这个人是我的弟子 他要受五戒 他不可以死 所以我们十二万分 恭敬的心 离庭 专程的祖师常驻三宝 空行护法胜众 灵坛 证明我们受戒 加持我们 也奉请 勇士空行护法胜众 饭是诸天 大饭天 帝是天 天王 天众 或者是护法 鬼神众 奸谈护戒 有很多护法是神 有威力 有神德的威神 有很多护法是鬼众 但是为了护持佛法 也有圣众 视线鬼神像 但是也有鬼道众生 一心护法 所以很多同修 有的时候 学佛修行 居心不良 多所违犯 或者是刻意的 去威士犯戒 有很多的不吉祥 是不是 在身体上 有很多的病痛 在精神上 精神上多了 睡不着了 忧郁症 躁郁症 强迫症 什么观能症 通通都来 牙齿肿不消 眼睛看不清楚 明明睡觉了 一整夜躺了十个小时 起来喝欠连连 全身痠痛 什么都有 所以在佛门 非常的慈悲 非常的讲究 宽大宽容 但是佛门的律仪 是所有宗教最严谨的 所以他的成就最高 是所有宗教最严谨的 宗教最严谨的 宗教最严谨的 宗教最严谨的